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的導遊 小姓王 叫青仔 因為名字叫Arthur 本人從事導遊行業 已經從事有20年的時間了 全台灣的各地方 我都相當的有經驗 在當導遊的過程當中 經歷了相當多有趣跟感動 令人家回味無窮的事情 當然我的主攻的部分 是在台灣歷史跟兩岸歷史 以及中華文化的歷史當中 我覺得歷史這樣的東西 身為一個導遊是不可以欠缺的 而不是只有唱歌或者是玩遊戲 知性之旅或者是什麼之旅 都是我們導遊應該具備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透過這樣的影像 告訴各位做一個自我介紹 讓大家清楚知道 當導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要在目前這樣的 艱困的時間當中 我們要好好的精進 歡迎各位導遊朋友們 都可以加入我的個人的 不公開社團叫做導遊休息區 在裡面我們貼了相當多的 關於台灣的歷史 以及兩岸的歷史 這樣的歷史 我們可以重複的交叉 比對當中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告訴每一個客人 然後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 舉例來說 在歐島台灣最早的一本記載的 有文字記載的那一本書叫 《玉永和遊記》 是在清康熙23年的時候呢 他為了幫當時的清朝找硫磺 從台南路爾門登陸之後呢 沿著西部海岸線向北走 一直走到大甲溪跟大安溪的路邊 那個地方的時候就感冒了 應該叫瘧疾 得了瘧疾 得了瘧疾之後呢 有當時的平埔族人拯救他的 然後他就好了之後呢 他特別感謝平埔族的人 他就繼續北上 繼續北上之後呢 就到了小遊坑那個地方 去看到凱達格蘭族 真真實實的在採硫磺 在採硫磺 所以這一本游記呢 是台灣 有記載台灣最早的一本 文字記載的一個歷史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很多的書籍 我們要自己的去精進 自己的去找 所以呢 這就是個地方呢 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也讓大家知道說 當導遊不簡單 但是要精進 謝謝各位